所以 我只能挑选一个 最没有威胁的人 暂时定替之人的位置 是我 在各个眼中 最没有威胁的人 就是我 我在正儿身上 放下关于无量流火的信息 虽然只是只言片语 但事关无量流火 就一定可以逼迫 公尚决离开山谷 确保后续的缺席机制 能够顺利启动 让公子瑜 当上新人之人 父亲 从郑家二小姐身上 搜到了一封密信 密信上有提到 无量流火 伟爷 你现在把那个女司客 带过来 我要亲自审一审她 我在你眼中 就只是一颗棋子吗 这是我计划的第一步 要想逼迫公门长老们 同意启动无量流火 就必须让公门 感受到无风深切的威胁 只有公门被无风缴得分崩离析 无量流火才可能处事 而我 恰好知道公门内有适合的第二枚妻子 玉娘 是无极夫人 是 她虽然已经判处了无风 但只要是人 就有软肋 找到软肋就可以操控 甲管氏的软肋是她病重的儿子 而物鸡的软肋 就是她的弟弟 请不吝点赞 软肋 我冒充吴风 写了封密信给吴极 骗他说 他的弟弟没死 要向他的弟弟活命 就必须协助吴风 找到无量流火 百草翠已换 吴风刺客被抓 无极可控 棋局已经布置得差不多了 你刚入宫门 怎么会知道无量流火 这探索有毒 打开 走 欢愚 欢愚 怎么回事啊这是 我啊 晒了无缝西走 你承住 我去叫长老 不 不 你告诉长老 他们只会逼着 只有启动无量流祸 才可以为我父亲报仇 无量流祸 按我说的错 我一定会为父亲 他很会功的 无极虽然半信半疑 但是夜内风无风密歇 他为了他弟弟活命 就必须与我合作 配合我的第一步 就是利用冬蝉草助我家死 出殡仪式结束之后 按照约定 无极来到后山 将我从坟种棺木中救出 藏于后山祠堂 而他继续在前山制造混乱 引起恐慌 我告诉他 龚尚爵既于职人之位 所以命令龚原职 换掉了龚鸿玉的白草翠 老职人才中毒身亡 他竟信以为真 为了帮龚子羽 抓住龚尚爵和龚原职的把柄 他将他自己的无风令牌 放进了甲冠师的房间里 而这正中我下怀 你们内斗得越厉害 与我的计划就更有利 为了继续制造此刻入侵的家乡 我让乌姬深夜约见岳长老 说有重要秘密相告 需要遣散黄御侍卫 单独相见 乌姬失手杀害了岳长老 这条人命 也就成了他被我威胁的把柄 是 乌姬被人怀疑是无名之后 我告诉他 要想洗清嫌疑 就必须在墙上写下血字 但不巧被上官浅撞见了 但也因此 他们俩互相确认了彼此无风的身份 开始合理 所有的一切 都朝着我想要的方向发展 乌姬每个月 都会借着祭拜公鸿羽为名 来到后山祠堂 向我禀报事情的进展 当你终于来到第三玉失恋时 因为云为山的关系 引起了前后山激烈的对抗 那对我来说 就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听说子羽都有心上人了 这是父亲之前留给我的 让我给我的妻子 如今 你替我把她给云为山吧 也算是了却 父亲的一桩心愿 来 我这样的心愿 如是善告你 借回 还是死在了无风无明的手里 你定会拼尽全力为他复仇 崩溃的你 应该就会启动无量流火了吧 只可惜 竟然还是被他夺过了 其实 阿云也中了你的案情 那他竟然还没死 你竟然忘了 这里是宫门 自有天才能界百途 你说岳公子 这毒他解不了 是另一个天才 我已负家百草醉 可是毒还没有完全解除 如果我解不了 那就只能去求另外一个人了 我可真不想救你 但我哥把你们的计划告诉我了 你如果死了 我哥的计划也实现不了 等等 你会中毒的 我就是为了中毒啊 我得知道身体是什么反应 才能对症下药 你以为毒药天才都这么好当 我应该 bibir 谁在这儿 你可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